Shalom,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14日 也是情人节 不过呢,我们基督教开始了大在节起 今天是第一天,也叫做圣会几日 H Wednesday 那么我们圣公会西马教区华文部呢 就也制作了一本在主做钱的灵修守者 我们邀请了28位作者,写了40篇 在这40天,从今天开始圣会日直到复活节 3月31号 所以我为大家每天有写了一篇灵修 这时候不但要经事祷告,也要反省 还有就是读经,也要读这个灵修手册里面的 我们就邀请了今天的第一位的那个作者 也是黄满信辉读了 为我们来讲解他所写的那个文章 他也是我们前任东南亚教审的大主教 我们的教审有西马教区,新加坡教区,沙拉越教区,还有沙巴教区 他是前任的大主教,也是现在荣修的西马教区的会读了 所以他写了一篇就是有关上帝的权柄 好,我们邀请了黄满读在我们当中 来讲解一下他这篇文章要带出来的是什么信息 我们往四个应用的主题 第一就是到底我们从他所写的这篇文章里面 学到了什么真理 可能是一句话的真理 然后呢,知道了这个真理之后 那么我们要停止不要做,停止做一些东西 我们就不要做了了 然后这个真理使我们带来改变 主要是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要带来改变的 我们要更新,要复兴我们的教区环部 我们的弟兄姐妹带来这种复兴的运动 所以我们在态度的改变 还有我们信念的改变 行为,言语行为,行动 还有呢,最后那个在行动方面的计划 如何应用黄辉读带出来这篇 从这篇信息带出来的那个真理 好,现在我就 这个黄辉读 我就把时间交给黄辉读 OK,黄辉读你写这篇文章 这是上帝的权柄 说你也讲到有关始祖,起初 有讲到神创造一切要有光就有光 创造整个世界的一个模式的 也是个创造的过程 当然也谈到上帝的灵 也在灵在和参与这方面的创造施工 特别神的那种关爱还有周全的计划 要创造呢 特别从上帝的主耶稣的 这个上帝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位格 看到这一点 这是灰读你所分享的 好了,灰读 在这方面你所写的 到底你让我们要学习到什么真理呢 大家好 很荣幸地今天可以与大家分享 我们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 圣灰读的主题 就是上帝的权柄 用全世界一章一节到二节 那边有记载在 上帝就是那一位自告者 也是那一位现存信者 因为除他以外 没有别的神 除他以外 没有别的东西在这个世界 那个是真理 好 OK,继续 就是说除这个上帝 创造上帝以外 别无其他的 这是我们从你的文章里面 学到的这个真理了 OK,好的 那么 会读 那么学了这个 除他以外 别无真理 那么我们就在生活 事工上面 不应该做什么 要停止什么东西呢 我们应该首先 看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这么乱 有打仗 有打仗的风声 现在我们有看到 俄户打仗 也有看到 尾巴打仗 也看到 亚门 也快要进入一种 打仗的情况 也看到这个世界 非常多的诈骗 也看到 世界 好像都变得很乱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世界 每个人 都是 冲住 要抢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很多神学家 已经曾经 都分享过 第一 是尽到 我们的情欲方面 第二 尽到我们的 金钱 第三 尽到我们 这个地位 我们的荣耀 因为人要这样抢 所以世界就乱 但是我们的认识 上帝就是 太初 他开头 就是他 他是那位 知道者 是那位 现存者 他从头开始 知道一切的 他有最大的 最美好的计划 知道的话 我们应该停止 应该要停止 要复习 要认识 这个上帝 因此 要不要再抢 平时不要再长大 平时不要再 为自己来得处 因为自己的情欲 使到我们 就是要做 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 那个盼 就要拔权 要盼 那个金银 不珠宝 霸权 要地位 要名声 要名利 这些东西 我们应该要放弃 要停止 无论你在教会里面 或者在教会外面 在生意里面 在生意外面 在家庭里面 在家庭外面 我们要停止 不要为自己来恶活 不要来得抢 一些自己要的东西 不要抢到 经营主宝 或者抢 来地位名利 这个我们一定要放下 因为上帝还在掌权 祂知道一切 祂也不要看到我们这样子 很好 合适 就是说 你让我们学到 除了这个上帝 创造这个真神以外 我们并别无体 祂的神 就是 尽此呢 我们这个抢 这三方面 情欲 金钱 地位 名誉 不要为己 不要为己而活 这个我们黄慧都跟我讲到 也要不为己 那为他 为他就是为上帝 就为上帝这方面而活 因为他是至高者 创造一切的 要认识他 OK 这是我们学了这个真理 就是除这个上帝 除他以外 别无其他的 也禁止这方面 OK 好 因此 神的话 也说 有了这个真理 我们要遵行 就是 遵行神的道 我们就会蒙福了 这个道 因此 想问黄慧都 在我们 神的话 是要改变我们的 不是头脑的知识 It's not information but transformation 他有他的 改变的能力 Transformative Poward in the Word of God 好了 想问黄慧都 让我们 讲解一下 在改变 因此知道了 这个真理 除他以外 别无其他的 除真神 在哪方面呢 就是态度 在信念 在行为 在言语动作方面 怎么样带来改变 我如果用英文的一个 acronym就是 ABBA A是态度的改变 因认识了 除他以外 别无其他的 别无真神 那么在态度 我们的态度 怎么样改变 然后我们的 believe system 我们的信念系统 又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我们的行为 为人 这个行为 接下来也是 我们言语的动作 attitude believe behavior and action so 想问黄慧都 要 这四方面 你可以每一部分的 跟我们 带来这种改变的信息 请黄慧都 给我们 讲解 应用一下 改变 这个字 我们要 最后两步来看 因为很多时候 一讲到改变 就觉得 我们有本事 去改变 但是 人有本事 去改变 这个世界会更好 但是人就是 没有本事 去改变 这样 人没有本事 去改变 怎样才改变呢 圣经有一句话 在罗马书 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 信心是从听到而来 所以 那些人 如何有信心呢 他就没有信心 我们很多时候 以为 可以祷告 又有信心 可以 信心可以操练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信心不是 这样打的 是要靠着 圣经 听到神的话语 不单单这样 只有听 也有明白 也有悖 也有研究 也有可以实行 所以在这里 就是 这个神的话语 就是真理 这个真理 打下来 我们的心 就好像光 会亮起来 一亮起来 看到 这个是对的 我追求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 怎样会把我们的信念改变呢 就是要 先要神的话语 要知识 要真理 不单单 有知识 没有真理 我们头脑 可能会走歪 要有知识 也有真理 有真理 没有知识 那个真理 就要 开不到我们的脑海 所以第一 我们 就要知道 原来上帝 的模型 上帝创造我们 就真的 有本事 可以创造 也有本事 可以有艺术 也有本事 可以有建造 但是我们都是因为 没有知识去做 没有知识 就做不到 有时候 有知识做的 没有真理 也做不对 所以 首先 我们要听到 听到 就增加我们的信心 我们信心 就可以 可以把我们的信念来改变 但我们的信念改变 我们的思想 原来 有真理在 后来 有真理过后了 我们就要 知道是一回事 行道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就要 知道了 我们就要 当前一步 相信 如果好像我今天 去参加一个烹饪的表演 那个烹饪的表演 那个 吃饭 我看了很多次 但是我没有开始去做 也没有开始相信 只有一个知识 我原来我知道这样做的 但是 到时候 我去做 我做不到 然后 怎样我会去做呢 除非我相信 这一个模型 或者这个示范 是我要的 让我就进一步 去了解多一点 相信它多一点 所以第一 我要把我的脑海开窍 第二 我要进一步 用我们的 我信心 因为信心 是听到来有了 但是有了 我们没有用它 没有用它 就是那个信心 听过了 就没有用 要用它的时候 就达钱 OK 我想知道多一点 我要相信它多一点 然后相信它多一点 哦 原来 然后 我的生命就开始 慢慢的改变 所以我们的脾气 我们的 我们的品格 就慢慢改变 慢慢改变 人家看到 这个人不同了 为什么会不同呢 因为 我 我开始改变 比如我说 我去听 很乐的示范 听了 我现在 我就相信我要试试一下 然后我就开始买很多材料 就再看多几片 然后 原来就讲了材料 材料了 我就开始吃 吃饭 自己又做出来一次 两次 不成功也是做了 三次都不成功 不来成功了 跟人家讲的时候 哇 这个人 现在 懂了 懂了 然后最后 毁了 懂了 明白了 也有知识了 知道那个真理 也相信 那个真理 已经得取很多 应该的准备了 现在自己就把生命改变了 一改变 我们就要出去行动 行动就是要领导其他人 要影响其他人 要帮助其他人 要让他们看见 我能 也能 不是靠我 那是靠上 就是靠知识 就是靠神的话 就是靠神的力量 来帮助我 这样 我们的生命 就会改变 到教会 到教区 到国家 我们的生命 就会 不单单 生命改变 我们就会成为 也会建造 人家的生命 也会成为 建造 也会建造 神的国 OK 好 就是黄徽图呢 也带我们呢 就一个 一些所谓的原则 公式 怎么样去改变 是从 就是认识 认识这个神 这样就有那个真道 是从听而来的 我们是 信心是从 听神的道而来 然后有 那个神的道 好 刚才 那个 黄徽图在这篇文章 上帝的权柄呢 给我们看到 那个真理 就是呢 这个上帝的权柄 就是除他以外 别无他的 那他带给我们 禁止停止坐呢 不要去贪婪 情欲啊 金钱啊 地位名利 这些 不要去贪婪 不要为自己而活 要为他 要为上帝而活 所以这个 所以他给了一个原则了 那就是 那么回到 回到怎么样把这个 这个真理 就是从这篇文章 黄徽图 让我们看到 这真理就是 除上帝以外 别无他的 这个就是上帝 是那个独一的 这个 所以因此呢 我们就 在哪方改变呢 改变这个道 这个道就是除他以外 别无他的 所以在态度方面 信念行为 言语行为 可能 就是 这个 给我们很好的 这个 改变的原则 所以 就好 再进一步 黄徽图 想问 就是 这个上帝的权柄的 这个 你特别在 创造 卷选当中 讲出这个真理 就是 就是除他以外 别无他的 这方面 那么 应该带来什么 好 影响我的生活计划 或者我的 侍奉 这方面的计划 就除他以外 别无真的 就是独一的 这个真神 这个 上帝的权柄 你也讲到 有光就有光 这个创造的模式 好 在这个 你给我们 从这个文章里面 知道了这个真理 就是除他以外 别无他的 这方面 来带来什么 行动呢 很明确的 很concrete的 这些行动 生活 事奉方面 所以请 黄徽图 为我们 解答一下 我们的上帝 是很丰富的上帝 他很完全 完全的上帝 也很美的上帝 所以你认识这个上帝 你知道他是开师 你是知道他是开头的 你知道他有美好的计划 你知道他一切都是很完美 有完全的 然后 知道的话 我们就要进一步相信他 就把我们的心 完全跟从 完全接纳 完全走向 他要我们走的 那个道路 那个问题发生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 要自己的质疑 要走自己的愿望 要走自己的计划 要走自己的目标 如果我们的目标 跟上帝的目标 配合到好 这没有问题咯 但是目标不配合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应该 要更多认识上帝 学习上帝的真理 然后把自己 先上 放开 把我们自己的 意念 放开 拿上帝的意念 这样你说 怎样可以做到呢 就需要学 一步一步学 一天学不到 但是 一步一步开始 然后走 走到一段路 看回头的时候 诶 我的走很远了 虽然还没有完全 但是一步就很远了 就是比如好像我们学习 一个功课 学习踢球 让我们学习踢球 以前踢的球就 乱七八糟飞到 进步到那个网的 现在慢慢就靠近了 没有这么远了 没有差这么远了 久久都会进一次了 所以慢慢要进步 进步到那时候 差不多每一粒我们体都稳准 所以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师奉 就是继续要操练 最好有一个神学家说 我们的操练 最好就是用一个 一个 射箭 的比喻射箭 我们要有一个功 有那个箭 来学习怎样 射箭 射那个箭 我们要射到那个目标 一初我们要练的时候 我们不够力 来拉那个功 可能那个箭 也射到 中七八糟 我们要练 练 练 事奉就是这样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要看住上帝 因为不要费心 看住上帝 继续走 所以这一个练 就是今天练 明天练 一路这样练 练到我们几十年 又和清主 越走 好像越靠近 越射 越准 越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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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好像那些 弹钢琴的人 学了解 读的 牌子的 多类米的 学了 然后 弹出不出的 要 后来学到 弹歌的时候 要看住 那个这个谱 才可以弹 不看歌 不看不到 要慢慢 得知过后了 都不用看了 就知道这样 他等到一个地步 连一点 下次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要练 所以就认识这个上帝 越认识 越了解 上帝 知道一切 上帝 有一切的计划 上帝 其实都有在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上帝 所不能 感 好 OK 感谢 所以黄辉读呢 让我们回到 这个一切的开头 这个上帝 至高的神 丰富的 完美的 他有完全的旨意 所以我们回到 我们回到那个源头 这个更认识他 然后重新的跟从他 不要行自己的意愿 目标 要配搭上帝的那方面的旨意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黄辉识给了我们两个比喻 一个射箭手 怎么成为百发百重 或者是弹钢琴的 把那个 那个 谱呢 融回一体 这个方面 好了 最后可能叫黄辉识从 从我们要做主门徒嘛 这个在权柄方面 知道上帝拥有一切方面的权柄 在创造这方面 所以请稍微几分钟 黄辉读 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做他门徒 要学他 从你所讲的真理方面 从耶稣哪里我们可以看出 你所讲的这一切 从耶稣那边彰显出来呢 有请黄辉读啊 OK 我们看耶稣的生平呢 第一 他是很愿意的 他的天父 叫他 要做 他是做 因为他很服从天父 为什么他会服从呢 他会了解 天父给他知道的 那些需要 人的需要 人的罪 人的堕落 他说 没有其他人该办 只有 我们天上的 人 他们三位 你的神自己 要造成肉身 所以 见到耶稣 耶稣就说 OK 我的愿意 所以第一 我们看到他还有一个很愿意的心 但是我们要侍奉神 我们也要愿意 愿意 知道 上帝所做的一切是好的 因为上帝出发点没有怀的 没有恶的 但是我们怕 就不敢 很多人不敢 很多人不敢 又不敢 射去这个世界的 娱乐 又不敢射去这个世界的金钱 射去这个世界的名誉 所以这一个第一步 要学习耶稣 就愿意放下 所以 第二 第二步因 看到耶稣 他来到人生 人的 人间当中 生活 他 就 继续的 没有 来说 被这个世界的 引诱 世界的试探 使他跌倒 因为他很清楚 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 第二 他抓紧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 就是 要完成神 要教他 天徒教他 完成的事故 所以 他 什么 试探 他都有 以不来书 二章 第十八节 告诉他 他也一样的受 也一样的受死探 但是 他没有犯罪 不是他没有受死探 不是他不能犯罪 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没有犯罪 他就 因为他的目标 他就用回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关系 跟上帝的目标 所以他就抓紧 完全走这条路 第三 他知道走这条路不是容易的 而是很艰难 走上帝的路是很艰难 信耶稣都已经艰难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 很容易的 因为 我们这个世界 太多罪恶 太多 那些邪恶的东西 所以要胜过 就是好像 曾经毛虫 要进去那个产里面 然后再 过 过程过后 才可以成为 一个美丽的蝴蝶 我们怎样 会成为一个美丽的蝴蝶 我们这个蝴蝶 来的 很丑陋的蝴蝶 也很软弱的蝴蝶 一来就吃掉了 但是 因为 我们经过那一个 那一个过程 进去那一个蝶里面的时候 然后过了一阵子 在磨练 继续 固体的在磨练 然后最后 就成为 所以在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transformation 或是这一个 metamorphosis 所以在这一个 改变 一个月变 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上帝 在耶稣生命 也经过 那一个 很艰难的 最后 那个 十字架的道路 最后 祂得到释放 可以得到 复活 可以得到 完全 清朝的一位 天国的第一位 复活的 我们的 大哥 好 谢谢黄徽独 在从耶稣的身上 看到 祂带出的三点 就是要舍己 他愿意 耶稣愿意跟从这个 所谓的 独一的真神 因为除祂以外 别无祂的 这是黄徽独带出 这篇文章带出的真理 除这真神以外 别无祂的 所以 向耶稣 全心全意地跟随祂 祂 祂舍己 第二点 这也让我们看到 要有这个 直奔标杆 这个目标 好像耶稣一样 成全 天父 给祂的那个旨意 当然受了一切的 万苦 还要胜过这一切 所以我们看也 第三点 也看到我们要 继续 继续地在这种 艰难 跑走这个窄路 不容易地 要胜过这个世界 罪恶这方面 黄徽独也让我们 用那个蝴蝶的蜕变 破茧成蝶 这个改变的能力 在这边 保隆也讲了一句话 愿你 不要消化这个世界 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是变化这个蜕变 好像黄徽独带出的美好的 融成为蝶 这个改变 当然也要心意更新 就是我们有神的花 刚才黄徽独也让我们怎么 除这个真心以外 这神的权柄 这一切以外 别无祂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认识祂 知道这个真理 然后产生这种信心 然后产生那种行动改变 然后影响别人 使别人也一样 跟随这个 所谓独立的真神 除它以外 别无其他的 所以好 我们非常谢谢黄徽独 为我们在这次 我们有四十天 每天都有不同的作者 与我们分享他们所写的 一个杰作 最后我们让黄徽独 为我们做一个结束 祷告 来开始 今天圣徽节 开始了这个大在祈的第一天 也是这个情人节 我们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情人 好 王汇都 请你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 大家同心 感谢赞美上帝 无条件的关爱 帮助我们 你愿意为你赐与世人的处恨而无礼 公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好 谢谢黄辉读 愿上帝祝福大家 说我们明天再见 好 Thank you